大家好,歡迎回到Walkist Studio 上一集的動漫篇《奇天烈大爆科》 我們就講過動畫的簡介 以及目獸鷹鷹家的結構和家庭成員的特徵 平時講過鷹鷹將來是會和野野花美美結婚的 這次我們就來講講包括野野花美美在來 另外三個主角的特徵 以及和A夢的相關角色比較之下 兩者有些什麼分別 在講下去之前,我們就先在這裡再做宣傳 我們的會員制度已經開始了 大家只需要每個月給$25 不單止可以支持我們的運作 而且還可以享受會員福利 包括《優勝觀看》這條頻道的新影片 以及觀看會員限定的影片和文章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可以按按鍵以支持我們 野野花美美在故事當中是最常出現的女主角 角色上就跟多拉A夢的靜香相似 她的成績很好,這一點就跟靜香是一樣的 靜香的興趣就是小提琴的 但是就被她媽媽要求她學鋼琴 但是野野花美美就沒有學習到任何的樂器 這個就是兩者的不同之處 至於野野花美美的決點 主要就是經常不能夠決定一些事項 和方向感比較差的 但是有時幸運就有嬰一的工具的幫忙之下 她才能夠解決到問題了 至於野野花美美在長大之後 是會跟嬰一結婚的 即是跟多拉A夢當中 靜香最終跟低紅結婚是一樣的 只不過野野花美美在小學的時候 是比較少跟嬰一和這條影片 所提及的另外兩個男主角 演外的男生相處 和靜香經常和出目探相處 野起低紅的妒忌和猜疑 兩者的情景就顯然之間有不同了 尖浩二翻名叫東東 她的名字由來是因為她的爸爸 就叫做尖浩一 角色上面就和多拉A夢的小夫相似 也是一般角色當中 家庭環境是最富裕的 尖浩二將來就會在一間三樓的大學畢業之後 經過爸爸的安排之下 她進入她的公司上班了 和小夫相似的是 兩者的性格都是依賴的 越多麻煩那時候就會大喊媽媽 相比之下 尖浩二就比小夫更加依賴媽媽 好像沒有媽媽在身邊 她就不能夠解決問題了 同時尖浩二的媽媽 也是很力愛她的 另外兩者的媽媽 也都是很關心兒子的成績 所以小夫的媽媽 就會安排大量的補習老師 以上門的形式 就幫小夫補習的 小夫就更加因為多次 因為補習問題 而導致離家出走 同時尖浩二就被媽媽 送她補習班上課 導致經常夜班了 兩個人在東京以外 都是有別墅的 而小夫每一次有活動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不會邀請大雄的 導致大雄很生氣 即使小夫願意邀請大雄也好 她一定會有附帶條件的 例如會叫大雄幫忙做事 又或者叫多拉A夢 借法寶去幫她 只不過尖浩二就不會 將鷹一派在外的 如果有活動的時候 她都會通知鷹一在內的 其他主角一起參與的 而氣氛都是很融洽的 另外尖浩二是有一個女朋友 叫做花園五月的 曾經轉學去到一班主角 所就讀的表演小學校的 花園五月另外是有做話劇的 詳情就會在稍後的集數再說 她們尖浩二有好感 在一些故事的情節當中 亦都要提及到兩個人的關係 洪田昏番名大猩猩 是因為她比較胖的身材 跟多拉A夢的伴虎是相似的 只不過伴虎就是一個妹妹叫做伴妹 而洪田昏就是家中的獨仔 洪田昏和多拉A夢當中的伴虎 是有幾個共通點的 第一兩個人近家都是經營店舖的 房間是結合店舖和住所的 只不過兩個人的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在洪田昏近家是經營蔬菜店 是叫做伯伯伯 而伴虎家就是經營炸貨店 在最初的動畫就叫做乾田炸貨店 後期就改稱為乾田商店了 既然兩個人近家是經營店舖的 她們是有另一個共通點 就是她們或是會被媽媽要求幫忙在市鎮裡送貨 只不過兩個人的惰性 往往是會以不同的方法去拒絕幫忙 而且跟Toto這樣出街玩 導致有時候就會被客戶投訴 說她們的店舖送貨效率太慢了 伴虎就會經常強迫其他主角幫忙送貨 而自己就出街玩了 又或者是準備演唱會 相反洪田昏就極少這個情況出現了 第三就是學業的成績太差了 兩個人的測驗成績往往都是強差人意的 加上在學校的表現也不好 導致老師經常要照見他們的家長 洪田昏的成績可以說是全班最差的 所以在故事當中 曾經在老師派發成績表的時候 會直接交到其他同學的手上 並且要求他們別家長看 但是就不會交給洪田昏了 而是老師自己安排時間 將成績表直接送到他家 並且交到他父母的手上 正正就是因為洪田昏的成績太差 曾經是有故事的情節 就自出八八八去打算請兼職的員工 為的就是父母就不需要洪田昏幫忙 並且安排補習老師 知道他能夠專心學習 但是他最初當然是反對的 詳情就會在日後的集數再講 和伴虎相比之下 洪田昏雖然都是暴力的 而且有時都會強迫其他人幫他做事 但是在情節上 就已經是比起伴虎輕微很多 另外相信大家都知道 伴虎就很喜歡唱歌的 但是就五音不傳 而且經常強迫同學聽他唱歌 但是洪田昏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雖然是沒有唱歌的問題 但是正正是因為洪田昏的家 是經營蔬菜店的 所以他就對蔬菜產生濃厚的興趣了 個人就認為 喜歡蔬菜是一件好事來的 但是他的所作所為 有時就使到其他人構成滋擾 例如在未獲得授權之下 在學校的午飯時間 是會檢查同學的午餐 是不是弄下一些菜不吃 詳情我們就會在日後的集數再講 在小學的時候 洪田昏就一個喜歡的女孩 就叫做英姐妙子 她家是經營玉堂的 只不過妙子的爸爸很早就離開了 最終媽媽也都關閉了玉堂 兩母子就搬去新式居住 而需要轉學的 雖然兩個人從此要分開兩地 但是在日後的故事情節當中 也都是有兩個人之間的故事 無論是在新式 還是在東京 不過洪田昏日後的結婚對象 就不是妙子 而是其他人的 她成功跟其他人訴苦 說她太太是不喜歡吃菜 而且因為英一的發明 思讀她的兒子就不能看到蔬菜的 原來的形狀和顏色 所以就使自己很煩惱 最終就要成形的洪田昏 帶同她的兒子 就回到小學的世界去解決這個問題了 其實一班主角所就讀的小學當中 還有其他較多出現的同學 下一集我們就主要講一下 一班主角就讀的班級的老師 和較多出現同學的特徵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 就千萬不要錯過了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看 大家如果喜歡這條片的話 歡迎CLS三部曲 comment like and share這條片 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同時請按旁邊的小鈴鐺 當我們有新影片推出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即時知道 另外歡迎大家like我們的Facebook 和VV的page 和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我們下一次再見了 拜拜